好,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 A 這個集合就是個坐標 就是 x,y 然後他符合後面的規程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會小於等於 25 然後其中 x,y 的範圍就是屬於整數 自己指的是整數的意思嘛 然後 x 代等於 0, y 代等於 0 哇,這個叫我討厭 不是討厭,就是 他帶了一些什麼東西啊,這個 這個,這邊看一下 他帶什麼意思,這個 看得懂這段話的意思嗎 什麼叫 x 屬於 z 然後他又告訴我 x 代等於 0 有沒有覺得感覺很怪嗎 老師,他這樣多詞一句 他講起他正整數就好了 因為他講說我是整數 然後我要大於等於 0 那不是正整數的意思 不一樣喔 正整數是什麼 正整數是自然數嘛 指的是 1, 2, 3, 4, 5 可是當我這樣寫的時候指的是說 x 是整數,不是 1, 2, 3, 4, 5 -1, 2, 2, 3, 4, 5 都可以對不對 可是因為講的大於等於 0 所以代表他包含什麼 0 所以其實他這個意思告訴你說 x, y 都應該是 0, 1, 2, 3, 4, 5 的意思 聽懂一支嗎 他指的是說 x 跟 y 都是 0, 1, 2, 3, 4, 5 然後又輸入這個規則 就是 x 零方加 y 零方要小等於 25 好,那他說請問你 像這樣子的個數總共有幾個 那說穿了啊 第一個先說一下 因為他題目講說 x 跟外表的小等於 25 的話 他其實指的意思是 他是個圓 我們好像還沒講到圓的那個方程式 對不對 其實他就指他是個圓的方程式 然後這裡面的點 通通都是我的答案 類似的意思 那你現在可能沒辦法想到對不對 我們用快點的做法 現在就做出來了 就是我們用表格的方式去呈現 那表格其實就是 我已經寫在嗎 表格就是訴訟圖的另外一種表現方法 好,那我們就先去寫吧 x 跟 y 我的 x 可以從 0 出發吧 如果我的 x 帶領的話 那 y 可能是多少 是不是 0 到 5 都可以 對不對 好,再來 如果我的 x 是 1 呢 是不是 0 到 4 都可以 再來 如果我的 x 是 2 呢 2 的話就是 4 4 過來的話就是 21 對不對 所以也是一樣 我的 y 就是 0 到 4 都可以 好,再來 x 如果是 3 呢 x 如果是 3 的話就是 9 90 過來面只能 16 我也是 0 到 4 對不對 好,再來 我如果 x 是 4 呢 那就是 0 到 3 x 如果是 5 呢 我肯定只有 0 吧 對不對 好,那他說總共各做幾個嘛 來,請告訴我這總共有幾個 這 1 個 如果當 x 為 0 y 等於 0 到 5 都有可能的話 他總共有幾個答案 6個 因為是 0 1 2 3 4 5 6個數字 就是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都可以嘛對不對 加上這個呢也是一樣 0 0 到 4 有 5 個 5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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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到 3 4個 0 1個 所以答案出來 答案就是 26 答案就是 26 答案就是 26 這樣子 會啦齁 OK 還好 1 5個 9個 1 1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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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